大家好,最近我開了一個英國樓盤續遞的群發群組 目的就是第一時間將我們拍我的影片 第一時間傳給我們的買家 希望他們在現在英國樓市的樓盤走得這麼快的時候 可以接觸先登 我們服務的範圍包括萬城、Wallington 禮物浦、Leese 及Sherry 區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加入群組 WhatsApp 號碼是44-794-6633-168 今天我們回到英國南部Sherry看樓盤 Sherry 是一個很多香港人聚居的地區 大家出街,狀口狀面都是香港人 今天介紹的樓盤是位於Sherry GU12 一間三房的Terence House 現在業主開格是38萬磅 38萬磅我個人覺得是貴一點 如果大家看影片有興趣 可以低一點去還價 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跟大家分享英國的樓盤 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看到有廣告的話 請幫忙看 請幫忙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我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我的頻道已經超越了5000個訂閱 我在這裡先感謝大家一向以來對我的支持 我打算在我的頻道 一萬個訂閱的時候 我會送出本人親身寫的移民英國電子書 但我最近發覺很多觀眾 仍然在香港 還在計劃移民過來英國 所以我打算在我9月份 在這個筆,愛爾蘭及蘇格蘭的體育團完成後 在10月中 我便會送出移民英國的電子書 書中包括 如何移民英國的途徑 如何申請BNO Passport和Visa 在香港申請的 HSBC UK戶口的步驟 出發的時間表 行李的清單 英國入境難人包 這本10月送出的電子書 是由你計劃移民到英國 寫入境為止 一萬個訂閱的電子書 是入境英國之後的延續 例如在英國的租樓 和買樓的過程和技巧 稅務 開英國公司 如何找學校 英國生活花稅 希望大家多幫忙 分享和推薦給朋友 10月份送出的電子書 現在開發給觀眾們 廣告贊助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WhatsApp給我們 WhatsApp 號碼是 加44 7946633168 10月份的電子書 是以群發形式 在WhatsApp 發送的 希望大家 就開始登記群發的群組 WhatsApp 號碼也是 加44 7946633168 我們進屋看前 看看Fall Pen 從Fall Pen 看到地下 我們進入 Entry Horse 的右手 就是一個客廳 客廳再前一點 就是一個飯廳 飯廳最前一點 就是一個廚房 不在你 而在一樓 就有三間房 以及一個浴室 我現在不阻礙大家 太多時間了 大家先試看影片 今天帶大家參觀一間 位於 Odysor Gu12 的一間半獨立屋 看看外面的環境 其實是很寧靜 很舒服的 左右看一看 車就泊在外面 或者前縣也有位置 我們走近一點 就是前灰色牆的這個單位 在單位外面 其實可以拍到兩輛車的 你看到就是這個空間 前縣就不用怎麼打理了 沒有什麼花草 我們在旁邊看看 旁邊有兩個大垃圾桶 其實它一共有三個 有啡色、綠色和藍色 啡色是會在裡面 後化完一會大家就會看到的 看看牆身內面 我們進單位裡面看看 裡面有一個圓關位 然後我們上樓梯看了 看了一樓 上去這個單位 也是有小朋友的 這間屋 就看到做了一個圍欄 左邊第一間房 轉一張單人床 應該是較大的 一個大一點的小朋友 就住這邊 你其實擺到雙人床 這裡看出去那個環境 這裡擺了一個衣櫃 做了一個長櫃 上面也有空間 旁邊還有一間 都是小朋友房 再大一點 都是擺到雙人床 但因為小朋友較小 就做了一個單人床 就擺到很多玩具 擺到一個櫃 是嗎 看就是看合花園 待會我們會再看一看 看看合花園 環境也不錯 挺清淨 兩間房之後 我們 補胎的圍欄 看到一個廁所 這個就是主人房 較大的 看到房間 小人床之後 左右還有空間 就是下床 這樣 這間房 主人房就是望外面的 前花園 可以拍到兩輛車的 還有一個櫃 可以加入東西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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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樓上的廁所 那廁所沒什麼特別 因為 比較小 一眼看完 淋浴間 洗手間 有個廁所 還有一個洗手盆 廁所 上面那個比較小 因為下面那個 浴缸就會大一點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 好了 我們下去的時候 一進去 右邊 就是一個客廳 看到就是前花園 對著這裏 就是客廳 放到梳化 電視就在梳化 正正對面這個位 這個位置不是很大 但其實是 弄得很時正 下面這個廁所 就是有浴缸的 其實是很大的 除了一個浴缸的廁所 你看到鏡子 還有地方放東西 它前面這個白色櫃 我當時拍片 你就沒有打開來看看 而且裡面是很大的 是樓梯底下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它這裏做了一個小小的空間 給小朋友在那裏 坐下吃東西 這裏有養動物的 那個業主 它應該做一個星盤 都蠻漂亮的 除了洗衣機 還有洗碗機 這裏還有個空間 可以放東西 旁邊還有很多位 上上下下都很多櫃筒 放了一個很高的雪櫃 抽油煙機 它應該是安裝過 都蠻漂亮的 這裏看出去 就是後花園 後花園都蠻實用的 我們出去看看 在廚房那裏 有個門 我們走出去 就是這個啡色的大垃圾桶 剛才說到 你看到那些草 其實這個空間都蠻大的 目測都二三百尺 走不掉 因為那一天 就濕 和業主不想我們走過去 我們就沒有特地再走過去 但可以跟你說 那個Store Room 都很大 可以放到 我想四五十雙東西 都沒問題 我們看看 房屋裏 長生 都是新製人的 這裏開門出去 就是後花園出前面 好了樓盤就看完了 大家覺得質素如何 如果大家對樓盤有興趣 去WhatsApp 我們的WhatsApp號碼 就是 794-6633-168 大家好 我是爛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和大家分享英國樓盤 和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Like 請幫手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按旁邊的鐘 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 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手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帳號碼 拜拜